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天气是如何呢 我们来请教气象主播老外 老外请说 大家好 大家好 不管起立与天原是气象在您身边 欢迎来到山海气象的时间 这一周一开始 我们就不断关注的烟花台风 是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靠近了 而且在天气上也有剧烈的变化 等等我们就先从今天的雨量累积图 来看看今天降雨的分布状况 这个图上的清晰资讯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上这个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 今天主要的雨期是集中在 这一个宜兰跟整个表力以北的地区 特别在这些地区 都有明显的雨势 其中又以这个带样太阳族人的新竹 降雨量是比较多的地方 从今天在凌晨零点开始 一直到下午五点之前的累积雨量 是超过了250毫米 而且现在雨还持续地在累积当中 提醒在这里 甚至是整个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们 到星期天之前 就多多注意这种降雨的状况了 而台风移动的速度慢 影响我们的时间也会拉长 而现在台风的状况又是如何 等等我们就从微星云图 带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了 就图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目前台风眼的部分 从原本的清晰可见到 现在有点松散 含糊 但是强度依旧是没有减落的 而且从这里可以看到 台风是这种逆时中的旋转 南边的云系结构是比北边来得紧密 外围云系是一波一波地打进来 我们的雨也就出现了 间接性的降雨的状况 而就目前观之下来 台风北转的现象 是已经慢慢地明显地产生了 虽然这个烟花的七级暴风半径 有200公里 但是在这个北转的前提之下 暴风圈要够到我们的机会 也相对来讲是减低很多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提醒 明天在宜兰 基隆 还有双北地区 以及桃园跟新竹苗栗 这些地方的朋友们 还是要多加注意这种降雨的状况 相对来说 其他地方降雨的情形 就缓和许多了 注意整个台风的移动路径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图卡 一起来看看 就这一张图卡可以清楚地看到 到了明天的傍晚的时候 台风的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宜兰正东方的海面上 而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中心位置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的海面 然后一路向西北方向来前进 也就是朝着中国浙江来靠近 虽然之后就会登陆了 而随着它登陆之后 我们的天气也就会稳定下来 不过之后就得注意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了 一辜整个台风到时候这个尾巴来的时候 会为我们中南部带来明显的雨势 在这里就要提醒 我们中南部的光正朋友就要提高警觉了 注意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奇小 平洞的市值母南跟满洲高温市 来到了三十一度有短正正雨及大雨的现象 泰雨 来意跟春日 高温三十一度 降雨机会最高有九成 森林门舞台跟马甲 高温三十度同样注意降雨的现象 高雄的原乡地区高温二十八度 降雨机会最高也有九成 加伊拉里山温度是落在十四到二十七度之间 降雨机会非常的大 南部的原乡高温市来到了二十七度 同样注意降雨的现象 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十六到二十七度之间 注意明显的雨势 苗里的原乡高温二十七度 降雨机会也非常的高 新主的原乡高温市来到了二十七度 同样注意短正的雨势 跟降降雨的发生 北部地区来跟复兴 高温二十八度同样注意降雨的现象 宜兰的大同跟南澳 高温三十二度 注意降雨的现象 花莲的部分形成花莲市跟吉安 高温三十二度注意瞬间吸引的大雨 秀林跟万荣高温三十三度降雨机会最高有九成 寿峰跟风丁高温三十四度注意短正的雨势 凤林光谷跟瑞水高温三十三度同样注意短正的雨势 卓西域里跟复里高温三十三度降雨机会最高有九成 台东海岸线的部分高温三十六度 他要注意短正的雨势 纵谷地区高温是来到了三十三度降雨机会最高有七成 陆野台东市跟北南高温三十四度注意短正的雨势 南回地区高温三十四度注意短正雨势 杨美的澳洲人的蓝雨温度是落在二十五到三十二度之间 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高温三四度降雨机会最高有七成 外出看天气让您出门不露气 归宿在移动的烟花 台风是已经开始要通过我们北部的海面了 受到外围云机的影响在北部降雨 从现在开始会越来越明显 提醒大家入夜之后也就尽量的减少外出 另外因为台风环流所掀起的长浪也会带来危险 提醒大家现在就尽量不要到沿海地区活动了 特别是我们南语地区的观众朋友 这就是今天晚上到周日之前的天气分析 祝福大家一切 睡醒平安 感谢老外